迷宫饭第9集观后感 手刷附赠作者图亚第3集 可惜以前特装都没买到 这集的菜单有炖煮码头 热妹模奶妹模与双脚瘦脑的焗烤饭烤走路沽 上集肉讲莱欧斯团发现迷宫深处似乎有冒险者 这集揭晓是喀布尔看来跟迷宫之主掉落 是直达深处的电梯 这集以双线的方式莱欧斯及喀布尔 遭遇同样的魔物而目的地相同 圆喀布尔超前 但又被莱欧斯超越 一是要莱欧斯到迷宫深处解救他 这样就可让他成为国王及迷宫之主 完成他所有的愿望 但恋意之线的喀布团说出另一个真相 金丝雀团长米斯伦曾是迷宫之主 迷宫深处思恶魔会实现所有愿望 让欲望最强大的成为迷宫之主 并吞持其欲望壮大在选初心的迷宫之主 直到冲破迷宫这个封印 这也是精灵制作迷宫阻止大家的原因 在深处风妖魔而米斯伦是被吃剩的 差点连生存欲都失去 这样一来 一只骑士不是守护寿而是 喀布团加紧赶入 希望能阻止莱欧斯成为新的迷宫之主 最后也请持续关注并订阅分享下个故事见